6月4日,皇冠出版社发表声明,称皇冠集团创办人平兴涛,5月23日已过世,享年92岁。 6月4日晚,演员张瑞通过微博悼念平兴涛,写道,平伯伯一路走好,我想您,并配上一张眼角流泪的照片。 照片中,一行行的泪水从眼角流下来,看出非常的伤心难过。 稍后,蒋晴庆也通过微博悼念平兴涛,写道,平伯伯一路走好,愿阿姨一切顺遂,并转发琼瑶悼念老公的微博。 网友也纷纷留言愿平兴涛一路走好,称,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震惊,但是92岁高龄也算是寿终了,相信平伯伯会在另一个世界幸福,别太难过了。 平伯伯从此再也不用承受病痛的折磨,一路走好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